中国是茶的故乡, 茶生物与茶金锁, 茶之为饮, 发乎神无事, 闻于杜州公。 不过茶文化的真正形成, 则始于唐代。 在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豆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茶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豆茶又称民战, 所谓圣若东西不可攀, 数通详将无穷尺。 豆茶起源于唐朝, 流行于宋朝, 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 东京大将军桓温每摄宴, 为下七点茶果而已。 这是茶宴的原形。 南北朝时, 每岁无心平邻二军大手采茶宴于此。 唐代供茶制度建立以后, 湖州紫笋茶和长州阳县茶被列为供茶。 两周四十年明明早春, 都要在两周提林的顾主山金会亭举办盛大茶宴, 摇清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圣地供茶的质量。 两周五十年代为首尚寺ila FUCKING UPON OUR ADVANTA 中断佩论の大抗争命。 前方公司の大抗争命。 大抗争命! 高兰大抗争命! 中断佩论和尸命! 阿佳辩论, 大抗争命! 這盛行民間製茶和飲茶方式的樂意創新 促進了品名藝術的發展 於是豆茶應運而生 武道慈人何寧嗜好飲茶 在朝時青屯烈地日以茶相飲 奈略者有罰好為湯舍 開闢了宋代豆茶之風的仙河 不過豆茶的產生主要出自貢茶 一些地方光麗和權貴為了博得帝王的歡心 千方百計獻上優質貢茶 為此想要鄙視茶的質量 這樣豆茶之風便日以盛行起來 范仲英在《何章銘從事豆茶歌》中寫道 北院江七信天子臨下熊豪香豆美 豆茶之風從貢茶產地歇息以後 不僅在上層社會盛行 後來還普及到民間 常常是相約三五之幾 各區所藏好茶 文藝品嘗 絕出名次高下 豆茶茶品以心為味 豆茶用水以活為煞 勝負的標準 一豆湯色二豆水痕 首先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 纯白者为胜 清白灰白黄白为负 因为汤色是茶的彩制记忆的反应 汤花放起后水痕出现了早晚 早者为负 晚者为胜 豆茶不仅要茶心水活 而且用火也很讲究 陆语茶经五支主说 煮茶起火用碳 次用静心 沾满油油的碳用柴 或腐朽的木材 不予做燃料 人们常说水和火不兴容 但在茶文化中 水和火配合得全面量的默契 和谐和统一 豆茶是一门综合艺术 除了茶本身水质和火候外 还必须掌握冲泡技巧 送人为之点茶 唐代人煮茶以讲究三沸水 一沸 沸如鱼木 微微有声 二沸 边缘如涌泉莲珠 三沸 腾多古浪 水在刚三沸时就要烹茶 再煮水老不可食也 点茶既以茶粉为原料 那么人们在饮用时 必然连茶粉带水一起喝下 这与今天的饮茶习惯是不同的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豆茶作为一项民俗活动一直被延续着 近年来全国各产茶区召开的民茶评理会 其实就是豆茶的继续和发展 现代豆茶的情景从铁观音的故乡福建安息县西平镇 评理茶王茶的活动可见一斑 西平豆茶是当今一大奇观 西平一万户茶农每年生产两千五百吨乌龙茶 每年收获季节 茶农们拿出自家上品的铁观音 评选出优胜者参加村里评比 这是一场有成千上万茶能参与的 现代豆茶活动的缩影 是一幅活生生的现代风俗画 我们 của卓市午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